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 肖战射雕英雄传《侠之大者》亮相2024影片推介会,频频台动影关注。 肖战主演的射雕英雄传《侠之大者》亮相2024全国影片推介会,频频台动影关注。 该片由钟颖出品、徐克指导、肖战饰演郭靖、庄达菲饰演黄荣。 影片从开拍到杀青一直备受关注,却只有一张官宣海报发布。 但这丝毫不影响大家对它的关注。 任何有关该影片的话题都会引发娱乐圈的一番热烈讨论。 从大家期待的暑期档到目前公认的春节档,可以说,这部电影吊足了大家的胃口。 专业人士评论说《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》是跨代籍的文化品牌,在春节档是很有竞争力的。 而且用的是肖战和庄达菲的组合,这对于年轻观众的吸引力很强。 这部电影不仅是金庸武侠世界的在线,也是新一代演员与经典作品的一次碰撞。 自从电影拍摄完成后,官方一直保持高度的神秘感,几乎没有放出任何物料。 这种保密措施让观众的好奇心愈发强烈,纷纷猜测电影的精彩之处。 在本次电影推荐会上,该影片获得了重点推荐,被视作中影的重点投资项目。 电影的宣传策略也非常成功,特别是肖战在宣传活动中的表现让人眼前一亮。 中影董事长傅若清曾在影片《立项会》上说由肖战带来的市场反馈超出预期。 在后期的采访中,他也透露,肖战的表现非常亮眼。 特别肖战这一年来,没有新剧再播,都在剧组埋头拍戏,大家对肖战的期待值已经拉得满满的。 同时,电影的海报设计也突出了金庸IP的影响力,增加了观众对肖战在片中角色演绎的期待。 可以说,不管是观众,还是业内人士都对《射雕英雄传》,侠之大者寄予厚望。 许多人都认为,徐克导演的视觉风格和高水平的制作家之顶流肖战的精彩演绎, 一定会为观众带来一场极致的视听盛宴。 大家对肖战如何诠释郭靖这一经典角色充满了好奇。 电影如果在春节档期顺利上映的话,一定会成为春节期间的一大亮点。 在这里,带郭靖大侠向各路英雄豪杰呈上英雄铁。 邀各位在《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》上映之时与电影愿一句, 一读我们郭大侠的爵士风采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